- 閃閃閃閃閃 今天我們在Aderley 第三天 第一個行程就是要來抹車 因為擋風玻璃已經很臭了 來到Aderley Barossa Valley 真是不可能不去Penfolds看看 哇 這是Penfold的提示 我們這次選了比較近市區的 McGill Estate Salador 我們現在在Penfold裡面 很明顯是Penfold 我們的tour10點開始 現在是9時59分 目測應該有大概8位團友在一起 所以我們會回到Penfolds 回到1844年 所以 Christopher and Mary Penfold were the ones who started it all back in Frange 現在 Christopher was a general practitioner 現在1880年 Penfolds accounted for 35% of Australia's total wine sales 那tour一開始 會先走一些地面的建築 去看Penfolds整酒的地方 就會下去地底的Cellar 看看一些barrels 和vintage wine 這裏就是前部Penfoldy Vintage Grand Hermitage 我們現在是Cellar那裏 然後Cellar有很多不同的Cellar 還有很多不同的Barrows 有些Cellar可以訂購 private room 可以試酒 可以吃 面食好像很適合 這個Cellar是他們的VIA 是否會會有很多不同的Cellar 然後是Cellar 那是Cellar 這個Cellar 可以吃 去Ce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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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完整個Tour之後 就是今天 的重點 Wine Tasting 我們這個最低價的Tour 已經包了四七瓶酒 有兩瓶白酒 和五瓶紅酒 我現在是第一次的Cellar 在日常的Cellar 所以我們在看一看 Polichill Riesling 不然你算了 還有Cellar 還有Cellar Lamon & Lime 這個就是八街為Condel 都買的 Bin28 現在是11點半了 我的臉和頸已經開始紅了 這個 開始超過一百元的酒 好喝 這個好喝 那我留下肚子 再喝 這個 好喝 Y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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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泊 他 你剛剛有買的 這就是最高的 ное 不一定叫最好 來自然 真的 對 我們打算買一些東西 它這邊有個餐廳 但他說不可以拿著lä 것 光拿到滴酒 所以我就打算買個寶果 剪一剪桶 然後就剪最貴的杯酒 他自己製造了 Yarpo 我們是一個 acaba 如果不是自己製造那些 Pencil的 label 就在下面開車 又學到東西了 給了25元學到東西 我們去Mekill Estet 點了一個 Bagel 9元 就可以用9元的價錢 就吃到這個 Fine Dining Bagel 我們現在還坐在 Wine Tasting 的位置 我們沒有進去 但好像蝕足了 Wine Tasting 挺好吃的 我們用這杯喝了綠絲酒 這些是最貴的 Stink Henry 看看香港賣東西 剛才搜尋過的酒 全都在香港賣得便宜 都不是香港便宜 香港至少便宜200元 連最後一瓶希望都沒有 拍夠又喝夠之後 我們就開車去市區 去了Apilet Central Market 我們是否要吃這個 這個我真的喜歡吃 簡單吃了午餐之後 就一路開車南下 好大風 大概開一個小時之後 就會去到這個海邊 好大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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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Bixer Harbour 研究如何去Granite Island 最後一班車 尾班車已經開出 鎖住了 我們現在就在澳洲的南邊 後面就是海了 對啊 藍色的藍和藍電的藍 這個就是剛才拉馬車的那些馬 很大隻 Hello 好高那隻馬 它是很不善 很不善 就是Bixer Harbour的海邊 哇 很漂亮 Granite Island 特別的地方 太大風 好像有雜邊 要不然就 真是披頭散發 我想隔著咪咪 你也聽到太空 哇 真的漂亮 神經病 給你看看 哇 都是你帶我來這麼漂亮的地方 很快 由於太大風的關係 都是由我來配音 比較好一點 這條路是由岸邊 一直延伸到海中心 走到中間 簡直大風到一個點 你看看 我的頭髮被風吹到 那條街灰在這裡 真是吹到傻了 我們沿著這條Granite Island Road 就可以由Bixer Harbour 走到眼前 看到這個Granite Island 它這個島叫Granite Island 即是花光岩的島 後面就是花光岩 一開始漸漸日落 我們正在研究 站岸在哪裏上岸 它這裏周圍也有些 訊息說你不要碰那些站岸 PUT YOUR DOG ON LEASH 但我們不是很覺得 這裡有個很適合站岸上岸的地方 它好像Saturation推到100 天氣又很藍 草地又很綠 我們現在打算上這條樓梯 遠跳這個大海 看看看到海泉 這裡很漂亮 這裡 看是否繞一個圈 會離開他們 越走越深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這裡真的很漂亮 不知道形容 在大城中間 但是我們不知道要走到幾天才會出來 它是會一個循環式地出來 只要沿路來沿路走 我們不知道 但真的很漂亮 因為我很喜歡這些沿岸邊的風景 因為這邊有些小鳥說話 不太聽 不怕人的 走到這麼近都不走 已經日落了 所以要走了 因為這裡沒有什麼椅子 我們擔心 如果太陽一落 我們又要用iPhone電筒 這個是Granet Island 大家如果離開Adelaire 可以積極考慮要開車來這個Vexer Harbour 這個是代鼠肉的傳授 我好像沒吃過代鼠肉 嗯 嗯 嗯 硬又不是硬 但是肉味很濃 我想像不到這裡是Adelaire 哈哈 哈哈 拿幾隻字 走回來才知道有個地圖 走了來這裡 我們還要走很大的一段路 才去到這個look out 就可以看海豚 45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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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